刚刚这些都是一些诱发性的实验 或者是体验式的实验 但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第三轮实验 我们三位嘉宾之前已经到医院去接受了电声里的检查 还记得吗 那个脸上好像要贴一些那种电极片 然后贴在脸上不同的部位 然后会放电 会烧烧会有很小很小 非常微弱的电流 吓死我 对 再然后就会出一个 小扎的那种感觉 对 就稍稍扎一下 扎一下 麻一下 然后就出一个报告 对不对 对 那个报告最后也没有给我们看 说现场才公布 那我们现场就要公布这个结果和报告了 三位的检查结果会是如何呢 请刘志伦帮我们解读一下 第一个你看这有图像是王老师的 你看他这个呢 这个呢就是首先给的一个刺激 给他这个刺激以后产生一个波 这个波呢他如果有这个病的话 给他这个刺激以后呢 他同时扩散 这个就是扩散的 你看这个呢 基本上呢这个给这个波呢差别很大 这个基本没问题 是正常的 正常的 对 好 你可以暂时放心啊 王毅 恭喜啊 我们看田阿姨的 这个田阿姨这个呢也是正常的 你们这两只骨的走势图有点像啊 比较平缓 对 接下来我们来解读小陈的 你看这个是小陈的 这个呢就是正常给的一个刺激 给他刺激以后呢 这个小陈呢 这个地方他还是有一点这个异常的波 还是有一点扩散 这个扩散的幅度很小 这个小陈 他这个 他这个就是面瘫后遗症 他一测试以后 他这个可以正常不同 他也是一种精卵 但是不是我们所说的这种面瘫 它是一种面瘫后遗症 那我们已经带着三位嘉宾呢 做了三轮测试了 经过三轮测试 我们判断厂上的三位嘉宾 谁有面积痙磷发生的可能性呢 都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我没事啊 都没有都没有都没有 都没有面积痙磷的风险 为什么这么评判 这是最确诊的 最能给你客观依据的一种检查 所以呢 给你这个检查结果呢 咱们这三位呢 都没大问题 刚刚各位呢 看到的这个图啊 走势都比较平缓 哪怕是稍微有一点点的波折的 您说这个也问题不大 大家看哈 这个就是他给的一个刺激 刺激以后呢 面积上来的 它这个波浸浮了很大 比这个刺激还要大 这个我们医学有个名词叫做 给的刺激以后呢 这叫产生测黄扩散 这个扩散呢 就是你刺激以后 他就给刚才做那个动作的时候 踏踏踏抽下来就停下来了 就是这种状况 那当我们的这个眼皮跳 出现多少的这个频率的改变的时候 那咱们赶紧去医院 得有必要去看一看 检查一下了呢 对 这个眼皮跳呢 有这么几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上眼皮 一种是下眼皮 如果是下眼皮 大家注意了 果然跳一次两次没有关系 或者三天五天都没有太大关系 如果是是因为疲劳引起的话 你中间一休息一调整 它可能就停止了 不再跳了 假设是有这个病的话 你是停止不了的 所以呢这个 如果说连续出现三个月以上 那你就得考虑到医院去就医了 天天跳 一跳跳上它三个月 那可能就是面积痙磷所引起来的吧 对 并且不受控制的跳 那你就要真的要注意了 那这就有可能是面积痙磷的早期 对 所以出现这些变化的时候 就得去医院做这个电生理的监测 对 做个监测 然后给出这个确诊的报告之后 就得赶紧去干预它了 医时就医 对 该采取干预措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